新柔地铁 十万人的高校跨境通勤的未来 跨越海峡的未来之旅是享有一种未来 上下班穿越新加坡和柔佛的国界 不再需要忍受冗账的交通堵塞和排队 一趟旅程只需五分钟 这不再是天方夜谭 而是即将在我们眼前实现的震撼现实 每天跨境通勤人数或将突破十万 而新柔地铁 也就是Report Transit System 简称RTS 将彻底颠覆两地间的通勤体验 无论是时间、效率还是乘坐的舒适性 这条连接新加坡乌兰北站 与马来西亚柔佛五级查卡的跨境轨道 正以划时代的技术 串联起数百万人的未来 是什么样的运输系统 能在未来几年内 彻底改写两地人民的通勤生活方式 最关键的问题是 新柔地铁究竟会给两地通勤族的生活 带来什么改变 接下来 我们就带您深入了解它的每一个亮点 新柔地铁项目 始于一项伟大的愿景 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从长期饱受拥堵困扰的新柔长提 到如今以轨道代替车辆的 清洁高效跨境运输方式 这不仅是两国交通史的里程碑 更是一场对未来城市生活的重新规划 总长度 仅四公里 车程时长 单趟仅需五分钟 高峰骑发车频率 每3.6分钟 一班车 单向承载量 每小时一万人次 目前 整个轨道工程已经完成超过56% 这条线路 以世界级标准设计 将肩负其每日超过10万人的跨境出行 从乌兰北站推进至柔佛五级查卡站 拥堵将成为历史 全新的通勤体验即将开始 但别以为新柔地铁只是追求速度 它承载的愿景不止于高效 更在于如何让每一位乘客感受到便利 安全与创新设计结合的完美体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探索列车设计的技术亮点 新柔地铁列车 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一个科技与人性化结合的杰作 从内部设施到核心技术亮点 处处令人惊艳 四节车厢设计 每列车的最大乘客容量 达到了1087人 其中142个座椅中 还特别预留了16个折叠衣 专门服务轮椅 婴儿车 以及流动不变的群体 车厢里的动态电子显示屏 采用了最先进的通信技术 不仅能够实时更新下一站信息 甚至可以帮助乘客 油画出行计划 哪怕是对陌生地段不熟悉的群体 也能通过这种直观导航 精准找到自己的目的地 车厢里特别安装了 助听器感应线圈系统 这让听力障碍者在通行过程中 也能清晰接收全程广播信息 不仅是智能化的设计 更是全社会一个走向公平 包容的巨大进步 心柔地铁不紧快 还做到了近的极致 列车最新安装的主动降噪装置 几乎将运行过程中的噪音 降到了最低 这就意味着 无论是通勤还是休息 车厢内都将是一段 安静舒适的移动旅程 接着 我们来看看更令人激动的技术突破 心柔地铁 如何用智能驾驶 突破传统轨道交通的限制 拥有时速80公里的自动驾驶 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桥段 它是心柔地铁智能化的一部分 全程无人驾驶 将以空前的稳定性与精准性 应对高密度 一小时一万乘客的挑战 除此之外 每列列车都配备了备用应急方案 一旦主列车发生故障 不必担心延误 备用车能够迅速介入 保障通勤的连贯性 所有的设计 只为做到平稳 高效 零干扰 但心柔地铁之所以备受期待 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 无风化的便捷通关方式 以这样完成出境与入境手续 这样省心的通关体验 是不是您今天甚至不敢想象的 但未来它即将成为现实 从新加坡的雾栏出发 一趟车程五分钟 抵达五级查卡后 一脚就能跨入柔佛城 不需要二次排队 这个以地两减的制度 无缝连接了两国的效率合作 一举大幅缩减了通关时间 而比通关体验更让人关心的 或许就是票价了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 跨境交通的背后逻辑 与社会期待吧 运行成本低于现有私人交通工具 比如电单车 是否是最优减 两国联合运营公司提到 新柔地铁的票价将基于市场调查 达成最优性价比的定价模式 但问题是 如何让这项收费体系兼顾长期可持续 与通勤族的承受能力 支付方式上 新柔地铁将支持多样化 无论是银行信用卡 还是电子转账 都将给用户最佳的便利性 新柔地铁的诞生 是新马两国有益的一个缩影 你期待新柔地铁的通车吗 快来评论区 说说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 并分享给更多关注新柔地铁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为你带来更多东南亚资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